这是苗栗市新启用的滚轮式滑梯 前半段有如隧道 仰望上方还有星空 呼应附近公围续隧道五颜六色的灯光 一个U字型滑梯长31公尺 高地落差5.5公尺 和以往的滑梯比起来最大不同 是滑梯的表面才滚轮式 不锈钢滚轮一个接一个滚动 让游客顺势滑下来 但是他们滑得哀哀叫 好痛啊 屁股 他们会痛吗 不然就是要穿残酷 因为他们现在穿短裤 原来金属太烫了 滑梯烫屁股了 滚轮的表面也容易造成疼痛 也有小朋友坐着纸板滑下来 这样虽然多了一层隔热 但是增添危险 因为纸板可能卡入缝隙当中 影响滚轮的安全性 看看说明标示 有几项为了安全考量静止的行为 现场却举目可见 像是家长抱着小孩一起溜 因为这样增加重量 重力加速度也会比较快 担心不安全 但是孩子太小 家长也不放心他单独玩 还有溜滑梯 应该一个一个来避免追撞 但是小朋友哪能等 经常看到一起溜 之前这种滚轮滑梯 也曾经发生刮伤小朋友 还有大人叠伤的意外 滑梯限制5到12岁 也有大朋友想要玩 公园游戏设施 不会有人现场取缔违规 限制怎么玩 从滑梯设计看得出来 部分覆盖避免烈日酷晒 但是后半段还是缺乏树荫遮蔽 滑梯也拉长距离减缓坡度 不过要开心安全地玩 游客还是得自己小心 TBS新闻谢国金属书屏 苗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